我们一起分享的神的话语是 雅各书五章十三到十八节 给大家再读一遍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有喜乐的呢 他就该歌颂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 他们可以奉主的名 用油抹他 为他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伊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他肯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阿们 我们以雅各书的五章 十三到十八节 读过的这段经文为中心 围绕着借着祷告解决痛苦 这样的题目 我来讲到你们听到的时候 愿你们一定经历主做功的果效 就是在你们祷告当中 痛苦得到解决 我讲以主的名祝福你们 本文告诉我们 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 他就该祷告 为什么让我们祷告呢 就是主的意思呢 我给你解决 大家相信了会的阿们 这样我们就要知道 什么是祷告 祷告的人是幸福的 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 同样也该祷告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病人 条件是 你祷告了之后 要相信一定会应答 一定会成就 祷告不要像不能应答的神一样的 用重复的话祷告 你要相信 神随听 有病之人 有痛苦之人的祷告 而且一定解决的应许 这样你们就可以从疾病当中 得到自由 那假如这些是来自于罪 你们在祷告当中 有悔改 而且你们互相代求的时候 那 以疾病解决的同时 罪也退出去 所以 一人 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因此我们不论在什么时候祷告 首先想到 跟神之间有罪的隔绝 就有先悔改 要凭着意向神祷告 这样的祷告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这也是祷告的一个程序 之后 伊利亚这个人在旧游时代是个大先知 他跟我们一样是有肉体的 一样性情的人 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三年零六个月期间 雨不下在地上 之后他又祷告 天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结出了果子 所以祷告呢 可以降雨 也可以不降雨 可以医病 可以解决痛苦 所以呢 无论什么 你们奉我的名求 我必成就 大家相信主耶稣话的回答阿们 这就是我们家庭当中的基业为主 祝福你们 这成为你们每个家庭当中的家宝 神是知道每个人的痛苦是什么的 也知道 人没有解决这个痛苦 就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造成更大的痛苦 神为了解决人的痛苦 给人自由 让人享受健康和生命 让人享受健康和生命 并永远地活着 父神呢 就爱我们 父神的爱呢 今天彰显出来 我以主的名祝福 你们神的心愿 借着祝福 成就在你们身上 神为了解决 世人所遭受无数不能解决的问题 就拆派自己的儿子耶稣 来到世上 耶稣基督 他来到世上 为了解决人绝望的痛苦 就是人自己不能解决的 科学不能解决 文明不能解决的 这无数的痛苦 人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向天呼求 可是这个痛苦 仍然越来越勒紧人的脖子 人每当在这样的痛苦当中 遇见耶稣 耶稣当场就给他们解决 就释放他们 大麻疯病人 过去现在都不能得一致 可是遇见耶稣就洁净了 中方病人遇见耶稣的同时 就站起来自由地行走 瞎眼的遇见耶稣看见 耳聋的遇见耶稣听见 哑巴遇见耶稣说话 脚子站起来行走 行走 即便是死人也站起来 各位 这位主耶稣现在 借着圣灵来在我们当中 祂在亲自的对我们说话 大家承认地请回答阿们 所以 世上任何的科学文明 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只要你承认 世上的科学文明解决不了 我们束手无策 那主耶稣就去寻找这些人 来给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 如果有人问 谁给你解决了问题 他们之间就把耶稣的事件 传播了出去 现在在毕市大车子旁边 有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 躺在那里 主耶稣就问他 你想痊愈吗 各位在座 有痛苦有病呢 请你们回答 你想痊愈吗 我想痊愈 那天是偶尔下来 搅动池子里的水 那个时候 进到池子里的人呢 什么病就都得医治了 只是我躺在这 没有人把我放在水里 所以我一直没得医治 我也等着有人把我放在水里 主耶稣问他 你想痊愈吗 你想痊愈吗 那你拿起你的肉子来 行走 今天 他听到了主的声音 就站起来行走了 今天 愿将伟大的果效 也在这个时间当中 借着你们的经验 成就在你们里面 这不是过去的故事 不是以往的事件 乃是现在 主的工作 那不管是谁 你遇了苦难 这就是主耶稣的工作 你只管借着祷告 交给主 这就为你解决 哈雷路亚 伟大的耶稣 这个基业的祝福 大家得到属于你这份的 请回答 哈雷路亚 所以耶稣的肉身 还在世上的时候 凡事想借着耶稣基督 解决自己问题的 就当场得到了自由 所以圣经里说 因为要晓得真理 真理就必让你们得以自由 我以主的名 祝福你们 这自由呢 一定属于你们 人呢 会遇到无数的这样的痛苦 挫折 以及无可言表的痛苦 这些原因是什么呢 是魔鬼 撒旦邪灵 让我们所犯的罪 所以呢 咒诅和痛苦 都是来自于罪 所以我们每个人呢 把罪找出来 要解决罪的话呢 就是我们蒙了 耶稣保写恕罪的恩典 我们就可以从 罪痛苦的根基当中 得到释放 这点我们大家要承认 在伊典园里 没有罪的那个地方 人的灵魂体 都是幸福的 那幸福 是 言语不能表达的 一个绝顶的幸福 但在人犯罪的同时 罪的工价 就是肉体现在 痛苦的深渊 灵魂 还要在地狱的火湖里 永远地遭受 承受不了的痛苦 人变成了这样的绝望 这就是罪的关系 而让人犯罪的呢 这个仇敌是魔鬼 是魔鬼 我的仇敌就是罪 就是魔鬼 我们要与仇敌征战 每天得胜 为主的名 祝福你们 使你们的义得以保障 以那魔鬼的诱惑 我们犯罪的同时 罪的工价 就是地狱的痛苦 这地狱的痛苦 就是把世上所有的 单词都用来表达 也表达不出来 所以这种痛苦的 绝顶的地方 就是地狱 约翰福音的二十章 十节里说 要把他们扔在 硫磺的火湖里 在那里必遭受痛苦 直到永永远远 而且是昼夜的 这就是从魔鬼那里来的 罪的工价 我们活在世上 一直到死 都要认识罪 胜过罪 所以我就以主的名 祝福你们大家都能够成为 保守自己幸福的人 世上的人们一生犯罪 也不把罪当作罪 他甚至感觉不到 罪的存在 在这样的活在世上 相反 犯了罪以后 还遮掩这个罪 忙碌地为罪辩护 而且我们也常看着他们丑态摆出 所以由于自己的面子 自己的自我 自己的自尊心 生怕自己的面子扫地 自尊心受伤害 生怕被人藐视 所以犯了罪 也要努力地把这个罪遮掩起来 那在世上遮掩罪 等到肉体结束之后 罪就会发出声音说 我在这 罪的锁链 就会把人带到地狱里去 在那里永远遭受痛苦 所以罪不是要遮掩的 乃是要掏出来 在耶稣保险的功效面前解决的 哈雷路亚 你们决志要免除地狱的身世和痛苦的 请回答阿门 所以我们要殷勤地 把我们里边的罪找出来 我有什么罪 不是从伦理道德人的良心上 找罪 要从神的良心上 从信仰人格 信仰的伦理 信仰的道德 按着神的话语来找罪 所以神在我们里面 凡是我们心里的 所思的 所想的 言谈 行动上 按照神的话语 这是罪的话 就不要让这个罪 停在我们里面 给我们定罪 所以要赶紧地悔改 拿这个罪掏出来 那我们带着义来祷告的时候呢 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大家承认地请回答阿门 哈雷路亚 所以呢 最令人可惜的呢 就是这样罪的人 如果指责你做错了 哎呀 我原来犯了死罪了 我怎么有了这样的失误呢 哎呀 他对不起了 这是正常的 相反 这点错误 有什么了不起的 人嘛 有心可圆 凭着这点事 有什么大不了的 反而呢 怨别人 还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有的人借了别人的钱 人家给你要 他说什么呢 我还你不就完了吗 还你不就完了吗 这个人家一直要的话呢 就是说 我不告诉你还你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干嘛这么追 借你的时候呢 你说什么时候还人家 那是人家的资金 你不守约是你的错误 相反的发脾气 我就不还你又能怎么样了 是非常的大胆的呀 等到你尝到了 属灵的苦味 你就知道了 原来我的罪是这么大 到时候呢 已经晚了 所以在你活在地上的时候呢 要解决你们跟神 和与神之间的罪 唯独要借着耶稣保险的功效 大家承认的请回答阿们 所以这令人可惜的 你自己呢 反而站在他的一边 来遮掩他 遮掩这些罪 遮掩这些不幸 这就是 任凭罪把你的灵魂 拉到地狱当中 在那里 昼夜 受痛苦 如果你了解 你遮掩罪的结局 是这样的话 就知道 就知道 实际上最可怕的 不是死 不是痛苦 而是罪 大家承认的 请回答阿们 可是那些不了解 属灵的生活 不了解了罪 带来痛苦的人 怎么办 亲爱的各位 这样的遮掩罪 因着自己的面子 因着自己的体面 就用各样的办法 遮掩罪 说假话 那么这就是魔鬼的工作了 魔鬼会告诉你 你不要承认罪 你要把罪遮掩起来 把它藏起来 这罪就给你带来疾病 给你带来咒诅 给你带来死亡 给你带来破灭 如果你明知 仍然遮掩罪的话 你是绝望的 可是因为你不了解 这个事实才这样的 信耶稣的人 最重要的 什么是信心呢 就是 借着耶稣来解决 我们的罪 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 定死在了十字架上 已经流血 所以我们把罪拿出来 得到释放 得到自由 这才是我们的信心 承认的请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所以人犯了罪 还有许多人不知道自己犯了罪 于是神 自己公义的话语 就向人显明出来 那与神话语不同的言谈举止 就是罪 也就是说 与神的话语不一致的 就是罪 那么是谁让你们犯罪呢 是仇敌魔鬼的工作 那魔鬼的工作的结局是什么呢 罪的公价是死亡 他让我们死 所以我们一定要 用神话语的静止 察验自己 光察验自己 生命察验自己 来把罪解决掉 把罪解决掉 主耶稣已经在十架上 两千年前担当我们的罪 流血受死了 我们把罪掏出来 承认耶稣为我的罪 已经流血了 已经救赎了我了 那么你就 可以马上除罪里得到释放 这一切呢 都是借着祷告而成就的 这一切呢 都是借着祷告而成就的 大家理解的请回答 阿们 亲爱的各位 人类呢就是这样 明明在罪里 还不知道自己在罪里的 这个事实 行了许多的不义 行了许多的恶 因着贪心 因着私欲 犯各种各样的罪 自己的还不知道 犯了什么样的罪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认为在世上 吃得好 穿得好 那么到时候死了 就完了 没有什么别的 可是你在世 所犯的罪 这使得你的灵魂 来承受 就是在地狱里边的 刑罚 人因为不知道这个事实 才犯罪的 但是 死亡 临到一个人的时候 有的人呢 要经历 许久时间的折磨 所以人上了年纪 一般平均要经历 三年的折磨 才完成死亡 为什么呢 也就是说 这是给我们一个 得救的机会 那这期间呢 如果有人向你传道 相信耶稣进天国吧 只要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 持守耶稣的宝血 相信他被我在石架上 流血受死 相信这个事实 悔改 就能进天国 所以那这就是在最短的时间当中 信了耶稣 得到了进天国生活的资格 所以那是人不管是谁 在性命结束之前 悔改 遇见了耶稣 这就是一个人生在世上 所得到的最高的荣耀 我以主的名 祝贺你们 你们事先呢 就得到了这样的荣耀 你们承认你们是蒙福的 请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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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神为了让人知道 什么是罪 什么是灭亡 什么是灭绝 什么是罪的公价 罪从哪里来 罪的结果将让我们遭受 什么样的刑罚 就效益他们 为了不让他们灵魂体灭亡 树立了教会 来彰显耶稣的功效 传扬神的话语 那么你们是不是与神的话语不符 你们是活在罪里 还是活在恶里 这里就要悔改 耶稣担当你的罪 两千年前就定十架为你死了 所以你要悔改是你的罪得赦免 是你罪得赦免 这样你就是今天肉体结束 你灵魂也可以在天国永远地活着 所以你要借着我来解决你的痛苦和疾病 神呢就这样宣告我们的幸福 也催促我们悔改来解决我们的痛苦 为主祝福你们大家被神的爱而感动 有的人说别的宗教挂个名就行 为什么基督教每主日都要去教会呢 而且呢晚上还要去教会 每天晚上都要来教会祷告 要有周三礼拜 还有周五的礼拜 还有晨岛 还有十一奉献 主日呢还得拿钱去教会 多不容易呢 干嘛要选基督教呢 选择别的宗教嘛 天下人间 担当我们罪的 只有耶稣 为我们死的 解决我们罪 把我们从罪咒诅 痛苦疾病地狱当中拯救出来的 只有耶稣 他担当我们罪咒译 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担当我们的罪孽而压伤 担当我们的警戒 代替我们受的警戒 担当我们的疾病为我们受的鞭伤 他担当我们的罪恶为我们而死 把我们从罪死亡地狱当中拯救了出来 只有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就是再哭 也不能够偿还 他拯救我们的恩典 那这就是我们与神之间 领受恩典的人 向神献上的敬拜 与神的交往 我们不论如何也不能够偿还 神的儿子为我们死的保险的工价 所以我们人生啊 只能够尽心地来感谢神 私于我们的恩典 大家理解的请回答安门 哈雷路亚 所以耶稣基督 通过教会要解决无数人遭遇的痛苦 就是通过话语告诉我们耶稣是谁 告诉我们最从哪里来 告诉我们怎么解决疾病和痛苦 就这样 为了把在 胡作非为的罪当中遭受痛苦的我们 整个世人解除出来 就用他的血肉体解决我们的痛苦 就吩咐我们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相信 你们要顺从 并且你要藉着祷告来得到信心 就这样在耶稣所留 实际上保险功效面前悔改 他就宣告罪得无效 并且奉他的名祷告 既并宣告无效 并且把我的名赐给你们 你要信 你要追求我 你要得到自由 马可福音的十六章 十七 到十八节里说 信任人必有神机随着他们 你们要奉我的名赶鬼 说心方言 手能拿蛇 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 手按病人 病人就病好了 病人就病好了 这伟大的祝福 所以在教会里面奉耶稣的名 一病奉耶稣的名赶鬼的时候 那有的鬼就吼叫地退出去 有的就哭闹地退出去 疾病也就退出去 而且也有悔改的果效 那这就是主的工作 教会是主的身体 主耶稣是教会的手 教会是主工作的现场 我们祈求主今天 也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 来经历你做工的果效 而且我们自己的不幸 不管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 不管是环境上的不幸 属灵的不幸 还是中体上的不幸 主求你都为我们解决 主啊 求你奉你的名字 来赶出去 来灭绝 来解决 大家承认的请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主要问我们 你们需要的是什么 现在你们最急迫的是什么 现在你们最期望的是什么 你们奉我的名 无论求什么 我必给你们成就 只要你们通过这个祷告的 程序来祷告 祷告上导的神面前 那么神就应许按时候给你们解决 神的应许呢 是不变质的 不改变的 在他没有转动的影 当我们 属于信心求 功效是大的 所以呢 它是我们的信心 我们都要相信神的应许 不是大致的信 而是要信到成就的程度 信到经验的程度 哈雷路亚 我们祈求主家庭我们的信心 因信而活的人 必得天上的安慰 不论遭遇什么事情 也必万事亨通 祝一路引导我的道路 我不怀疑 我不怀疑 主耶稣里面的连续 因信而活的人 就必得天上的安慰 无论遭遇任何的事情 都会万事亨通 万事亨通 哈利拉 无顺一日满那灯 万事亨通 哈利拉 哈利路亚 信心的祷告 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你要相信 赐给你的应许 你要相信 相信神应许的成就 所以祷告呢 就是赐给 有信心之人的基业 没有信心的人 是不会祷告的 没有信心的人 祷告了以后 还说不知道成不成 没有信心的人 祷告了以后 还说 看 祷告也没有用 祷告就都行吗 祷告就都解决问题吗 祷告也不能解决问题 他没有领悟到 自己没有信心 却愚弄 要应许 我们的主 应许 我们祷告的主 那么这种犯罪 是多么人可怕的 我们祈求着主 赐给我们 每当祷告 就得应答的 信心 赐给我们 祷告以后 相信 得百分之百 应答的信心 祷告所发 主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我们求神 来赐给我们 这样的信心 哈利路亚 为主的名 祝福你们 这样的信心 在你里面 只能越来越大 而不越来越小 我们求主 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求主 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祝我求你坚固你坚固我们的信心 祝你坚固你坚固你坚固我 我相信此时此刻 主也与我们在一起 不管何时何地 我都要赞美中跟随主 即便我遇到试探 也相信主与我同在 求主来兼顾我的这一信心 主必看顾保守我 即便是黑夜 主的光也必引导我们 哈雷路亚 祷告了多少是重要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处于信心祷告 处于信心的祷告多少是重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义人的祷告 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是义人的祷告 就是我们每天不管犯了什么样的罪 要先悔罪之后再请求祷告 为主的名拜托你们 哈雷路亚 所以有信心的人和义人的祷告 就是求神来解决你的不幸 那在你祷告 求主解决的同时 你就已经得着解决了 因为这不过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不过呢就是一个时期的问题 那你要相信我已经得着了 所以呢信得着的就必得着 那当我们将持定主的应许 信靠神应许的时候 神的应答呢 就一定会以礼物赐给我们 使我愿我的祷告成为我一生的资源 成为我家庭当中的基业 成为我们教会遗留下去的财产 成为我们所经历的重复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祷告 就是能够让我们知道 爱我们的主耶稣的心肠 他希望借着他的能力 和权柄来解决我们的痛苦 才命令我们 你们要祷告 奉我的名祷告 做义人的祷告 我要帮助你 主自愿地帮助我们 你祷告 我就应答你 这就是主 希望帮助我们的声音 那主的声音 属于你们的 请回答安门 哈雷路亚 主让我们祷告 就是向我们表达出来的主耶稣 爱我们的心肠 应答就是他的爱 借着祷告成就了 就是他借着祷告的程序 来解决我们的痛苦 以证明 他是我们的救世主 是我们的救世主 我们大家不用怀疑 我们要相信 所以凡是得着了 你要祷告的这样的爱 这样允许 而使用祷告的人 这祷告就成为 你一生的财产 你的基业 祷告不是我们 非常所使用的一个单词 祷告不是我们 首先要求神 为我们解决问题 乃是神先说 你们要祷告 我为你解决问题 是神先说的 祷告是相信主的 要求的人才能做出来的 让我们都成为祷告的人 每天接着祷告解决 你们不能解决的问题 我祝福你们在耶稣里 都得到自由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所以主催出我们祷告 就是告诉我们 我要帮助你 祂是怎么催出的呢 我把我的名字给你们 你们要奉我的名誉来祷告 如果你的名誉 你的面子都了不起的话 那神的儿子 我的名誉又怎么样呢 假如你们奉我的名誉 处于义人来祷告的话 怎么不能得应答呢 这岂不是伤了我的名誉吗 所以义人祷告得应答 是处于我名誉的祷告 所以我一定应答你 大家承认的请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所以祷告 是得着了应许的人 就可以自由使用的 一个基业 那些以为没有祷告的事情的人 就是因为全人 不知道自己所遭遇的痛苦 我们里面堆积着 无数的问题痛苦 仍然不能够祷告 等肉体死了以后 灵魂要丢在地狱的火壶里 人们不知道这个事实 才不祷告的 可是呢 了解自己痛苦的人 就会祷告 为主的名祝福 你们大家都成为祷告的人 而且呢 有的人呢 有无数的痛苦 还不祷告 有无数的痛苦 还不祷告 这就是他不相信 主说 你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 因为呢 他是不相信 主耶稣应许的福信之人 有许多人信耶稣 一辈子也不祷告 那这人呢 就不是信耶稣的人 就是一个叫做基督教的宗教人 他遇到无数的问题 也不求主 你帮助我 他首先找的是 自己的方法手段 有的人遇到了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 他就想靠着这世上的科学文明来解决 靠着人的方法手段来解决 所以他就找来找去 到最后说什么呢 这回我决定靠靠主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他靠世界不行 最后没办法决定来依靠主 这样的人呢 不是因为他有信心依靠主 那是没有办法他来找主的 各位 如果你如此对待耶稣 那你怎么能够得着主的应许呢 我们遇到痛苦的开始 就要靠着主 解决 靠着耶稣 来解决 靠着耶稣 我以主的名祝福你们 这成为你们的生活 你们的信心 所以怎么才能够 到那种程度呢 我见过很多 那样的人 从教会开拓到现在 看见过那些在最后临终 就要离去的人 他们对我说 牧师啊 我是谁谁谁 那医院里解决不了 到发达国家去 解决不了 没有办法来依靠主了 主是垃圾场吗 主是垃圾场吗 你首先就要来找主嘛 为什么现在才来呢 你现在是有信心 依靠主吗 你是没有办法 最后来找主的 我们不要过 这样的信仰生活 我们从开始 从开始 只有依靠主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就会依靠主 因为处于信心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一人祷告所发 主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你信得着就必得着 你要奉我的名赶鬼 奉我的名医病 这就是我们信的条件 我们信的条件 为主的名 祝福你们 这个名字 成为你们随时使用的基业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相信的回答阿们 哈雷路亚 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的祷告 是你有信心吗 你相信我应答你的这个事实吗 你相信你祈求 我就应答你的这个事实吗 如果你相信 信而求 你要凭着信心来开始 这样你的祷告就必得应答 你的祷告就必得应答 所以我们大家不管什么时候 在我们做什么之前 要先求主啊 你赐给我向你祈求的信心 赐给我信心 这是重要的 马可福音的九章 记载一个父亲带着被鬼妇的儿子来找耶稣 他对主耶稣说 你若能做什么 就你医治我的儿子 主耶稣说 什么叫你若能做什么呢 什么叫你若能做什么呢 你若能信啊 在心里没有难成的事情 所以不是你能做什么 而是你现在就能做 主啊 我信心不够 求你加添我的信心 这个父亲要求主赐给他信心 他得到的信心的同时 他的儿子就得到的医治 我们也祈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 祝我你也加添我的信心 祝我你也加添我的信心 信心 就是我们的人生 使用神的全知 全能的 能力的 基业 财产 是我们所 要使用的一个充分的富有 大家理解的请会的阿门 所以祷告 信心的祷告所得的应答 就是自由 就是众福 就是喜乐 所以本文的五章15到16节里说 出于信心的祷告 要救那人 主必叫他起来 他若犯了罪 也必蒙赦免 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 互相代求 使你们可以得医治 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是大有功效的 信心的祷告 一人的祷告 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两点 有的人埋怨 说祷告也没有用 那这就是又加上了 埋怨的罪 神那是不会不管 那些埋怨的人的 以色列百姓们在旷野 埋怨神 就被灭命的所灭 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 要知道 解决我们痛苦的只有耶稣 我们越遭遇痛苦 就越要跟他建立好关系 这就是我们的信心 也是意义了 大家理解的 请回答阿们 可是你说祷告也不行 信靠也不行 你行了这样的不义 你谁没仇 还想期望蒙福 你要知道这是你的误解 我们遭遇痛苦的时候 要求会感谢 为什么呢 因为有解决我痛苦的主 与我同在 主我感谢你 我祷告的时候 有应答我的主在 我感谢你 全能的主耶稣是我的帮助 我感谢你 哈雷路亚 哈雷路亚 那这样的话呢 你作所一祷告呢 才是万幸的 怎么能够埋怨 不祷告先跟神来隔绝呢 所以你们要先悔改 一人祷告所发的力量 是大有功效的 你要悔改什么呢 就是祷告也不行的 不信仰 悔改你的埋怨 悔改你与神为仇的部分 这是非常重要的 大家承认的请回答安门 亲爱的圣徒们 罪、奏主、疾病和精神上的痛苦 你们大家有吗 你们有这样的事情吗 那请你祷告 请你祷告 一人的祷告 希望你们做出一人的祷告 处于信心的祷告 那么一人祷告 应答是公平的 所以雅各书五章17到18这里就说 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 她恳切祷告 求不要下雨 雨就三年零六个月不下在地上 她又祷告 遍就降下雨来 地也生出土产 这是跟我们同有肉体 同样性情的一个人 可是她做出了一人的祷告 处于信心的祷告 所以就有了这样的果效 亲爱的各位 只要这世上有魔鬼 这世上有魔鬼塞在邪灵的工作 她就让我们犯罪 让我们得病 让我们有痛苦和咒诅 要想胜过这个仇提 这种绝对的能力呢 只有来自于耶稣 来自于耶稣 如果你们希望耶稣成为你的基业 你祷告呢 我们有耶稣为我们的基业 我们祷告呢 有祂的应答 我祝贺你们得到的这样的基业 希望你们随意的来使用 哈雷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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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除了耶稣之外 靠着别的名字呢 是不行的 耶稣就说 我就是道路 真理 生命 若不借着我 你们就做不成什么 你们就做不成什么 并且 天上人间也没有赐下别的名字 让我们靠着得救 唯独耶稣 是我们的救世主 唯独耶稣是我们的救世主 哈雷路亚 主耶稣说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 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 我必成就 为了叫父亲因儿子 得荣耀 哈雷路亚 农民种地的时候 掉在地里的种子 看不见 可是 却发芽 长出苗 结果子带来秋天的收获 同样 我们现在的祷告 谁也不知道 我们的祈求 就犹如 农民播种 所以处于信心的祷告 通效是大的 同样 处于信心 播种 那 到了秋天 农民就不会失望 何况 祷告 又怎样的超乎于 世上的这个约 主的应许 应该是多么的有保靠呢 大家理解的 请回答阿门 所以呢 我们这样 处于信心的祷告 是大有功效的 大家呢 一定要记住 而且呢 你们大家决志 在祷告当中而活的 请回答阿门 亲爱的圣徒们 请你们借着祷告 来解决你们的不幸 借着祷告 那么这与其说 我祷告 你应答我吧 与其说 将我们的要求 莫波罗说 主先要求我们 你向我祈求 我就应答你 这是主的要求 就是主 我要帮助你 你向我祷告的要求 大家承认的 请回答阿门 哈雷路亚 有病的 你要祷告 哈雷路亚 你们有精神上的痛苦 环境上痛苦的 也希望你们祷告 你们在罪里遭受咒诅的 赶紧的悔告 来解决 你的咒诅 希望你们成为义人 借着祷告 得来一切 为祖的名祝福 这祷告成为你们的敬业 贫穷的 你要祷告求主解决 你的贫穷 你遭遇了不能解决的问题 你也要祷告祈求主 把你从这样的问题当中释放出来 你祷告以后呢 不要说不能解决吧 能行吗 科学都解决不了 文明都解决不了 医学都解决不了 权力都解决不了 钱都解决不了 祷告就能行吗 你不要拿世界呢 来小看祷告 你也不要小看 应答我们祷告的主 我们祷告完告以后呢 就要相信 相信神的应许 这样我就以主的名祝福你们 都能够得着祷告的应答 不管你们是丈夫的问题 你们要祷告 妻子的问题 你们要祷告 儿女的问题 你们要祷告 家人的问题 我也祝福你们要祷告 弟兄的问题要祷告 你所遭遇的一切的问题 都要祷告 主呢 等待着你 处于信心的祷告 主比你更了解你的问题 祂为了帮助你 正拿着应许 在等待着你 在等待着你 祂与其你 希望这祷告得解决 主更希望你祷告 给你解决 大家承认的 请回答安门 祷告 就是主的应许 不管什么 都可以借着耶稣来解决 祷告的人 就得到这样的应许 这仿佛 你腰包里有现金 不管买什么 掏出来就买 是一样的 祷告呢 就是现金 是立刻 就可以跟应答 来交换的祝福 大家承认的 请回答安门 所以呢 圣经里告诉我们 要不住地祷告 不住地祷告 主要处于信心地来祷告 不管得时不得时 你要祷告 一人要祷告 你们要回应主的要求 请你们回答安门 哈雷路亚 圣经帮助祷告 因为他会教导你当求的 请你们借着祷告 从无数的问题 痛苦当中 得到主的应答 我将以主的名 祝福你们 我们大家要觉知 我要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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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小学的时候 在神面前的祷告 现在呢 都在得应答 现在呢 都在应验 我祷求 主我求你赐给我 做牧师的机会 小时候的祷告 得应答 我现在成了牧师 主我也求你 让我们的牧师一样 是我成为有能力的牧师 这个祷告 也得到了应答 主我求你 让我像我们牧师一样 成为一个祷告的牧师 这个祷告 也得到了应答 各位 你们的祷告 主呢 会按时候 应答你们 请你们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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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着的种子 就绝对不会让 农民失望 你们处于信心的祷告 也绝不会让你们失望 我们要祈求 主我赐给我 祷告的能力 赐给我祷告的信心 祷求你 让我能够 做出一人的祷告 但是先求主 我没有信心 不祷告的罪 也求主 我埋怨 祷告没有应答的罪 求主 我埋怨 我们祷告 不断地用一些 重复的话 也求主 饶恕我们 把祷告 理解成为 宗教信徒的一种行为 不信心 就祷告 我们求主 饶恕我们 求主让我们 处于信心祷告 处于义人祷告 怎么祷告 祝我们求主 应答我们一切的祷告 今天我们先悔改 要我们的祷告 成为了信心的祷告 义人的祷告 那你所有的痛苦 现在就会得到解决 我们求主应答我们 大家高举双手 我们一起来三胡主 同心合一的祷告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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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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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